较早之前我们已经知道 作为注力于战士IP和芯片定制的领帧企业 心动科技于青年年底 正式发布了旗下三款国产珠面积显卡 风华一号 而现在关于这三款显卡的实际性能 也于此前得到正式确认 那关于他们的详细情况 下面就跟着其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从目前心动科技所公布的消息来看 风华一号显卡的实际定位 就是国内第四款4K多录高性能显卡GPU 而目前它一共包含了三款型号 其中定位于旗舰级的型号 命名为风华一号B型卡 其核心进入了双芯片打造 采用了12nm制程工艺的PowerVR架构 拥有主流的三风扇散热设计 并支持双8Pin式电源供电 以及HDMI、DP和VGA的视频输出口 同时其还将配备4GB、8GB、16GB的显存容量 显存类型为GDDR6或者GDDR6X 至于在性能方面 风华一号B型卡 拥有320G像素每秒的渲染能力 10TFLOPS的单精度浮点性能 以及50TFLOPS的AI计算性能 最大带宽支持304GB每秒 至于HOST的接口方面 其也会支持PCIe 4.0x16 并兼容PCIe 3.0、2.0x8 而在编辑版方面 其也支持同时8路4K60帧 32路1080P60帧 和64路720P30帧 如果要与目前的主流显卡相比较的话 风华一号B型卡的理论性能 接近了AVIDIA的RTX2080显卡 同时也与目前PS5的GPU性能相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风华一号的实际性能就能与之媲美 而定位于次机键的型号 则命名为风华一号A型卡 新核心基于了单芯片打造 同样采用了12nm制程工艺POWERVR架构 又有双风扇散热设计 以及单6P式电源供电 至于显存方面 其还是配备了4GB、8GB、16GB的GDDR6 或者GDDR6X显存 而在性能方面 风华一号A型卡拥有160G 像素每秒的渲染能力 5TFLOPS的单精度复电性能 以及25TFLOPS的AI计算性能 最大带宽支持304GB每秒 编辑版方面同时支持4路4K60帧 16路1080P60帧和32路720P30帧 而在其他方面 则与其间级的风华一号B型卡一致 但其还拥有着桌面应用小于20W 以及多路云应用小于50W的超级功耗 这样来看风华一号A型卡的性能 其实就是风华一号B型卡的一半 如果同样的要与主流型卡相比较的话 风华一号A型卡的5TFLOPS浮点性能 大致处于AMD的X570到X580之间 以及OVIDIA的GTX980到GTX980T之间 至于定位于入门者型号 则在命名为高性能周面显卡 而关于它的部分规格 此前的视频中已经被大家讲解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回头查看 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新闻科技官方表示 以上三款显卡均是国内首款 适配了4K1080P的高清周面显卡 其不仅支持国产Linux Android Windows等操作系统 而且支持了AMMAPSX86CPU架构 同时注入像OpenGL VolkanDance等主流的游戏图层框架 也都实现了支持 另外在正式到来的2022年 新闻科技也将计划投产 5nm工艺和光追技术 并在此基础上 推出风华2号 风华3号等多款GPU产品 必将成为中国的英伟达而努力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风华1号的实际性能确实不容小觑 期待特别显卡市场 注入新的活力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风华1号显卡 有没有啥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吉特鸡 我们下期再见